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明的频道 地球上有一个特别神秘的岛 岛上的人还生活在六万年前的石器时代 他们赤身裸体 如毛银血 用石头做工具 有人会说 你这是讲故事的吗 可这还真不是故事 是实实在在的事 但是我们不能和他们接触 科学家们说 与他们接触很可能会造成他们集体死亡 而且是瞬间疼病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让我们从头说起 北森迪纳尔岛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岛 它的面积只有56.67平方公里 非常接近于北京市二环内的面积 这个岛距印度本土1300公里 距离缅甸300公里 离它最近的是南安达曼岛 距离仅有50公里 上面住的都是土著人 在进入真正的故事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北森迪纳尔岛人的三大未解之谜 第一 森迪纳尔人到底是什么人 这是未知的 他们与南安达曼岛上的土著居民明显不是一个人种 森迪纳尔人的肤色要更黑一些 而安达曼岛的土著个子比较矮小 两个岛的语言也完全不一样 各说各的 谁也听不懂谁 科学家认为森迪纳尔人很可能在6万年前就与其他的人类分岛扬镳了 在6万年的时间里他们都与世隔绝 所以他们的基因也许比其他人类更接近走出非洲的老祖先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活着的古人类 第二个谜啊 森迪纳尔人是怎么跑到小岛上去的呢 一开始科学家们推想6万年前的海平面比今天低很多 从非洲东岸到北森迪纳尔岛之间可能有很多的陆地高于海面 他们是一点一点从海上做木筏飘过去的 但是这个距离啊实在是太远了 这个设想很难成立 直到2017年科学杂志Science刊登了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 表明人类很可能在6万年前就到达了东南亚 如果这个结论可靠 森迪纳尔人就是顺着安达曼群岛走过去的 随着海平面的上涨 他们就被困在了这个小岛里 当然这些仍然只是推测 第三个谜啊 森迪纳尔人如何在一个小岛上生存了6万年呢 这更是一个难以解释的谜团 6万年里岛民一直在近亲交配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啊 大家都知道哈布斯堡家族老是近亲结婚 他们生下的后代要不就是神经有问题 要不就是身体有缺陷 哈布斯堡家族总共也只有1400年的传承 那为什么这个小岛6万年里 没有因为基因的单一性而灭绝呢 所有这些谜团都没有人能够解答 想要找到答案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和森迪纳尔人接触 学习他们的语言 深入到他们的社会中去 现代人有没有尝试过接触呢 有过很少的几次 但是都不成功 大家请看这位岛民 他做出的一个很不雅的姿势 这个姿势一出现就表示他们要翻脸了 他们打算使用最强大的武器 弓箭射杀一切的外来者 这就好比地球人与外星人的第三类接触 面对外星人的强大科技 地球人很恐慌 就想先下手为强占据主动 大概就是这么个想法 时间回到1880年 那时安达曼群岛是英国的殖民地 殖民地负责人叫莫里斯·波特曼 此人酷挨人类学 拍摄了大量的土著居民的照片 这些照片也成为今天研究安达曼群岛的重要资料 波特曼听说 有一群完全不同的土著人 生活在北森迪纳尔岛上 他非常的好奇 上岛寻找 岛上的人都跑到密林里躲了起来 波特曼在岛上发现了三座木头和树叶搭的小村庄 在最后一个村子的一个角落里 发现了两个老人带着四个小孩 还没有来得及躲起来 波特曼就把这六个人抓到了安达曼群岛 没想到刚过了几天 两个老人就得定死了 因为这些岛民从来没有与外界接触过 他们的身上没有欧洲人所具备的抗体 所以他们很容易感染天花 伤寒等疾病 而且一旦染病 基本就是宣告死亡 波特曼一看 老人死了 四个小孩也无法进行交流 就派人把孩子送回到北森迪纳尔岛 专家猜想很有可能是孩子们把病毒带回到岛上 导致岛上的人灭绝性的死亡 所以直到今天 森迪纳尔人都顽固的对抗着外部世界 对外来人保持着极强的敌意 时间再到1967年 印度人类学家潘迪特带领了一个科考队再次登岛 岛民又躲了起来 科考人员在岛上发现了18间空屋子 潘迪特很惊讶啊 他发现岛民不懂任何现代农业种植技术 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 生存的方法就是鱼猎和采摘 潘迪特就留下了布料和糖果作为礼物 然后离开了小岛 时间再到1974年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设置组 打算拍摄纪录片寻找人类 他们带了很多的礼物 满怀信心的上了岛 没想到岛民根本不给他们机会 就像是看到了魔鬼一样 百箭启发 一顿箭雨就把他们赶下了小岛 其中还有一支箭射中了导演的大腿 据说那个箭手非常的得意 一直大笑大叫 接连对着摄制组做出不雅的姿势 下一次联系 1981年 这一回并不是主动的联络 而是一艘叫爆春花的货船 在北桑蒂纳尔岛搁浅了 虽然船员们都被成功的营救了 但是船却一直留在了岛上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谷歌地图 看到这艘搁浅的船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爆春花号对于岛民来说 就好比51区里的外星飞碟 这艘船直接就把岛民 从石器时代带到了青铜时代 最后撤退的船员说 他们看到岛民上船 疯狂的收集船上的金属 推测他们用金属来做箭头和武器 这个小岛肯定是不产金属矿的 所以岛民一直处在石器时代 但是他们却知道金属是个好东西 要收集起来 他们是怎么产生这种认知的呢 现在我们还不清楚 我们还是在这里做个小调查 认为岛民完全孤立了6万年的 请在弹幕或留言里打上111 认为岛民曾经与现代社会有过接触的 请打上000 随后就到了1991年的1月 印度的女学者马杜马拉带领了一个科考小队 与森迪纳尔人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比较友好的接触 非常难得的是 他们还拍摄了纪录片 通过这部纪录片 我们第一次近距离的观察了这些神秘的古人类 马杜马拉给岛民带去的礼物是满满五麻袋的椰子 他们先把一些椰子扔到海里 这些岛民一看到椰子 激动了 马上就冲到海里去捞椰子 为什么是椰子呢 这就要讲到糖的问题了 糖分是人体内的三大营养之一 能合成鸡糖源和甘糖源 人是不能缺糖的 缺糖会导致低血糖反应 四肢酸软严重的有可能有生命危险 岛民认识椰子 说明这个岛上的糖分主要来源于椰子 但是椰子树不够多 所以他们试椰子为人间珍宝 都冲上来抢 有一个小伙子还跑到船边 扛了一把袋椰子就跑 这个女岛民很有意思 她脸上的胡子似乎是用草粘上去的 她很可能与画面中捞椰子的青年是情侣 女人显得很警惕 一直扯着年轻人让她快点离开 这个镜头很有意思 可以看到在岸边搭建了一个草棚 其中有一部分是玻璃 玻璃很可能是暴春花号上的一部分 岛民可以躲在草棚子里 透过玻璃观察海岸 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人类可以不懂得制造 但是不影响使用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人腰上别着的像是一把金属剑 剑的锻造技术绝对一流 从尾部到腰部再到肩部 剑身是越收越紧 比例非常的好 这把剑不像是暴春花号上的 这种造型很古老 怎么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这把剑是怎么来的呢 也是一个谜 再往下看 这把扎椰子的锄头 一看就很锋利 看上去也像是金属的 锄头是怎么来的呢 不知道 下面这个镜头很有意思 这是唯一一句能听清楚的语言 这个男人的声线有点细 也许他的年龄并不大 他说的是什么呢 肯定不知道 再往下 椰子拿完了 岛民突然向科考队员做出了不雅的姿势 在以往的几次接触中都有这个记载 这个姿势一出现 就表示他们要翻脸了 如果科考队再不离开 他们就会用弓箭进行攻击 椰子可以有 人必须离开 说明森迪纳尔人还是很排外 并没有改变 时间再到2004年的12月26日 印度洋爆发了大地震 引发了15米到30米的巨大海浪 震中距离北森迪纳尔岛只有900多公里 当时猜测 巨浪很可能给岛民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海啸之后 印度政府就派了直升机去观察岛上的情况 这个时候有个孤独的勇士出现在了沙滩上 直接用弓箭攻击直升机 这一幕让我想起了后裔射日的传说 也许在数百年数千年后 这位勇士就变成了森迪纳尔人的后裔 海啸并没有让森迪纳尔人灭族 岛民是如何躲过这场灾难的呢 仍然是一个谜 时间再到2018年11月 26岁的美国传教士约翰周 偷偷地跑到岛上去传教 这位约翰周还有一半华人噱头 他父亲是中国人 据偷运他上岛的印度渔民说 他一上岛就有一支箭射到了他举着的圣经上 他还把箭拔了下来 还给射他的弓箭手 但是很快又有几箭射来 他当场就死在了沙滩上 虽然约翰周很有勇气 但是他的行为让印度政府非常的恼火 森迪纳尔人其实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小群体 不知道约翰周有没有想过 他所携带的细菌与病毒很可能团灭森迪纳尔人 那他的行为就不是传教了 而是把魔鬼带到了岛上 其实早在1956年的时候 印度政府就颁布过安达曼群岛部落保护法 禁止任何船只航行到北森迪纳尔岛周围9公里的区域 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这些随时可能被灭族的岛民 但是近些年对这件事的争议也越来越大 一方面全球一体化 人类都进入到信息时代了 但是地球上还保留着原始部落 不帮助他们脱离原始社会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另一方面科学家也非常想研究一下这些活化石 他们体内的基因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的起源 他们的历史传说宗教信仰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的历史 岛民有文字吗 他们是一夫一妻制吗 他们是食人族吗 他们为什么能在孤岛上生存6万年呢 这些谜团一天不解开 人们的好奇心就一天不能满足 所以印度政府也做出决定 保护法的有效期直到2022年的12月31日 也就是说从2023年起任何人都可以自行登岛 印度政府也就不再干涉了 但是原则上还是要预先向印度政府申请 据说联合国的人类专家组会是第一批登岛的人 最后我再聊几句个人的看法 森迪纳尔人的故事远没有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 有专家分析仅仅依靠狩猎和采集 在没有农业种植的支撑下 这个小岛最多能养活多少人呢 上限是500人 大家再看一下1991年的视频 岛民们身体健壮思维敏捷 根本就不像6万年近亲繁殖的低能儿 也没有营养不良的样子 说明他们仍然有我们未知的生存秘密 也许2023年以后 我们就能解开森迪纳尔人的秘密了 那很有可能是21世纪最轰动的事件之一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聊